我后面这台是宝马的第一台7座的SUV X7 那这台车的详细的评价 大家可以看看YYP之前在美国的视频 我就不详细的去讲了 因为我刚刚在美国才试驾完奔驰新一代的GLS 所以我就会做一次的隔空对比 看一下这个X7跟这个GLS 它在具体的乘坐跟驾驶上面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大家都是百万级的车 那这两个车一定是最直接的对手 那么闲话不多说 直接从这个第二第三排的空间说起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排的空间表现 先看看第二排 那首先呢 这个上车这个地板的高度 要比GLS要低一些 上来之后呢 现在整个坐垫是到了最后的位置 靠背也是调到最倾斜 那整个坐姿会觉得 这个坐垫的高度比GLS要稍微高一点 纵向的空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台是顶配车型 它比这个GLS的顶片呢 少了一个头顶的出风口 所以这边的出风口就只有 B柱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然后坐垫 坐起来会有点薄一些啊 不像GLS那么的厚实 然后呢 我们简单 就赶紧去看看第三排的表现 就一键 轻轻的 它的动的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 那时间的关系呢 我也将第三排的座椅呢 就已经翻好起来了 首先可以看到呢 它的整个坐垫啊 它的距离地板的这个高度呢 相对会高一些 那这样子呢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腿部的承托 来 现在坐上去啊 也是很轻松的 因为这个开口也足够大啊 坐上来之后呢 先不着急看腿部空间 先看看这个乘坐 那首先我这边有杯架 然后这边的手枕呢 也是软的 有一个独立的空调的控制 等于是这台车呢 有前后左右 首先呢 前面两排有四驱 然后后面呢 这边还有一个独立的分区 可以控制包括 竟然啊 连这个坐垫的加热都有 所以这个第三排的待遇 还是相当棒的 嗯 坐垫坐上去没什么问题 那这个靠枕呢 很明显 它的这个设计 就要比这个GLS 要科学一点 GLS那个呢 你还要手动的去 伸起来手动的放下去 那这个呢 是扳起来呢 是很轻轻 用手一扳就可以 然后呢 它放倒说呢 是电动翻折啊 好了 所以整个第三排的表现 我觉得是及格的啊 不会说特别没有人权 然后呢 看一下尾箱 那尾箱呢 其实也跟X5一样 是保留一个很赞的设计 就是啊 上下对开的 那这个下面的开启呢 同样也是一个纯电动 两段的开启 那这样开了之后呢 对于这个车来说 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比方说你的行李 放的比较深 对吧 那你呢 就可以直接 这样子 跪在上面 甚至踩在上面 然后呢 就可以拿到 在最里面的这个行李的啊 所以这个设计 还是相当聪明的 然后呢 它的 这个将三排座椅 都展开之后呢 它剩余的这个尾箱的空间 其实就不如GLS那么好 GLS呢 可能它这个尾箱的深度 能来到这里 大概有个15厘米左右的优势啊 那所以两个车的设计理念不一样了 X7呢 它会首先优先会考虑到三排座椅的 乘坐的空间 然后呢 这个尾箱的装展呢 反倒是次要 因为其实也 你如果三排空间都展开的话 反正你尾箱也没有剩下多少 对吧 而且呢 X7是宝马的目前第一台 也是唯一一台的七座车 所以可能对于宝马来说呢 这台车它不仅仅是一台SUV啊 更像是一台 有很好通过性的MPV 好了 来讲讲两台车的开起来的区别啊 其实这台车开这种非服装路呢 那底气还是不如GIS那么强的 但是说两台车的账面的 这个越野的武器都差不多 什么总拨环境啊 对吧 还有用这个电控的离合器线来自动分配前后轮的主具啊对吧 那这硬件上的区别好像都差不多啊 大家都有什么空气悬架 都有这个多段的高度火调 然后也有很多种的合适 但是事实上呢 因为这个A7呢 有两个地方是不如这个GIS的 第一啊GIS呢 它有一队超级越野选招包 它在这个分动箱里面呢 是整合了一个低速挡的 但是宝马也有这个东西 那第二呢 是整个悬架的行程还有轮胎呢 我是觉得宝马它过于注重公共性啊 对呢 它的这个悬架的行程会稍微小一些 离地的间隙也没有那么充裕 然后呢 轮胎呢 也是相对啊 感觉在这个烂路上面呢 它这个防穿刺的性能还是差一些 虽然说呢 宝马这个轮胎字面上配的是防爆胎 但这个防爆呢 不是我都理解的防爆 它只是说在这个轮胎没气了之后呢 它还能够持续行走一段时间 而不是说这个轮胎呢 它就特别扛穿刺 对于这个引擎 那但是呢 上到了这个铺装路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A7的舞台了 那包括这个车的动力的响应啊 动力的体配啊 还有包括它整体的这个转向 对吧 像这些高速弯 路面就算有点起伏呢 它也是能够吸得住这个路面呢 来做一些很快节奏的东弯的动作的 那再加上它的整个方向盘呢 跟这个车身的动态呢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效果 但是GLS在这块就做的不好了 它的转向跟车身的动态可以说是非常有隔绝感的 你虽然说转这个方向 你就知道这个车是能够拐过这个弯 但是你是知道这个车的极限还有多少是可以使用的啊 那X7呢在这块就做的很好了沟通感很强 然后呢车身的放动也不如啊 GLS的那么大 所以主观开起来的这个底盘的安定感是很够的 然后转向也很平衡 就像它的动作 很像是一台功率趋向的也是危险的 那动力这块呢 虽然说GLS啊用上了主AT啊已经是比以前的GAT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跟宝马的这个台湖的8AT跟这个发动机的匹配起来的效果呢 还是觉得GLS会显得慵懒一点 前半段的油门呢啊不是特别的领导的换挡的动作呢 不如宝马做的那么迅速 所以整体来说啊在操控跟动力匹配这个环节呢 宝马还是要胜一筹的 那然后就底盘的舒适性跟合音呢 那这个就是GLS的成像了 GLS首先它的底盘呢 对于路面的这个不平整的合觉呢就做的非常好 今天换乘X7一上车开了一小段的碎石路就明显察觉的出来 这套底盘呢 细碎振动是比GLS多很多啊 有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呢 会通过底盘传到车身上面来看向盘 还有包括座椅地板啊 上面这个细碎振动的过滤的不是很彻底 那这个也可以谅解吧 毕竟X7呢它是要保证啊 相对更好的这个公路的操控的性能对面啊 底盘上面的包括它的通选啊 包括它的盘里面称号什么的 用的相对比较硬一点的一些配方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另外就是隔音的部分啊 啊 GLS的格音特别特别好 就算这个车速上了啊 140 160 风噪路噪胎噪 基本上都没什么感觉 就仿佛 那个车呢 你是关上车门之后 就好像这个潜水艇 潜到了海里面一样 耳朵就直接失聪了 但X7呢 就没有那么夸张 它的格音也好 就应该是 比方说像宝宝的武器 差不多这样的水平 但是呢 也就这样啊 完全是没有做到像GLS的变态 所以在MH的表现方面呢 GLS呢 是明显要比这个X7要更加的出色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两台车的 简单的一个优缺点的对比了 简单来说就是两台车呢 它的取向是不一样的 GLS呢 它更多的还是保留了之前的 GLS的这个 有很强大的越野的性能 然后同时呢 它又将这个车身的 这个静力性和舒适性 做到了极致 那X7呢 它还是 首先它是一台 来挂蓝天白云标准车 所以呢 它的公路的操控性 一定是不会差的 那相对的 它牺牲一点 这个乘坐的舒适性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那所以这两台车怎么去选呢 也很明确了 比方说以我为例 我这种人呢 其实我对于这种 非空方路 或者说越野的空方 其实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也不喜欢去那种 深入住毛地区去探险 那我对于一台车的 公路的驾驶性能跟操控 那反倒是更加看重的 那另外呢 就是这台车啊 它在市区里面开呢 整体的体积感 体量感呢 是不如GLS那么强的 然后开起来呢 也操控更灵活 更像一台小车 也比较符合我的选车的学生 所以不用讲 以我的对车的要求来看呢 我一定是选一台X7的 那而且再加上这个X7 对吧 大家去买这种大七座的SUV 不就是去 比如这个有一个第三台的座椅呢 那X7的第三台 其实它在这个享受方面呢 也做的比GLS呢要更好 虽然说 牺牲了第二台一点点的 这个承受的体验 但是这个第三台呢 绝对是超班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那七一点进去就不见 那当然如果你是那种 比较资深的越野的玩家 希望这台车呢 是能够带你去到更远的地方的啊 然后也希望这台车啊 在平直的公路上面开啊 像什么西藏的那些路啊 新疆那些路啊 是吧就开的特别舒服的 那你就不如买台GLS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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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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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